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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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有点什么病啊 我不排的 好好工作 该来的 总是会来的 来吧 来吧 饶命啊饶命啊 我再也不敢拉你妈 走走走走 哎呀妈呀 不不不好了 大家喽 咋的 大家喽 妈 敢欺负水水 我这 别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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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打扰他们两个 工作呢 工作 啥工作呀 这俩人这么晚了 还在一个屋啊 他们两个呀就 你看 哎 就把那个 小电影 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两个孩子太投入了 打扰你们休息了啊 没关系 没关系 时间还走 我们还不睡觉 不行 可以了吗 我已经累得不行了 喂喂喂 还几个前期发布频率大 才能快速涨粉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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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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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啊 哎呀 哎呀 咱们别打 página小两口工作 啊 撒 得 慢走啊 哎呀 哎 老王 看什么这么开心 太逗了 你看 够狼狈的呀 都是假的 再说了 这也看不出我是谁 是吧 也是 那婶婶一个弱女子 那她能有多大劲啊 反正也不疼 谁说 我跟你说 平常看着她不显身不露水 这打起来根本不要钱似的 你说她有没有可能 借着拍视频诚心打我呢 是吗 这么辛苦 那挣不少钱吗 哪有什么钱 到现在为止 一分钱没见着 这怎么能行呢 你这么辛苦一分钱不给 那时间长了谁乐意呀 没事没事 等着她现在也没赚张钱 以后再说 你等会儿 创业期间 不谈好了利益分配 那以后都是烂账 你不做生意 不懂这其中的门门道道 你上来不能这么好说话 该凶就凶 该狠就狠 你得学会拒绝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 你长得丑 你就得把话先说在前头 是这么说的 人家是丑话说在前面 跟长钱有关系吗 反正就是谁长得丑 谁先说 你说 要我说 要我说 你得跟她谈谈 那有点道理 谈谈 老板 还在冷面 得 来活了 一会儿跟你说啊 来了 喂 喂 帅哥 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这存货可不多了啊 你得赶紧回来录水平 我这外边还忙着呢 哪有功夫啊 我今天不录了 哎 你可答应我了啊 你可不能撂挑的 这短视频是你的事业 对不对 那我还有我的事要干呢 你没事再说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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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帅 来来来来 你拍这小视频呢 太好玩了 太可乐了 哎呦 那都不是因为那好吗 哎 我跟您说啊 我们现在粉丝啊 已经快五万了 嗯 等到破十万的时候呢 就有广告商来找我们了 嗯 到时候就不用单指望 网友打赏赚钱了 哎呀哎呀 对了 我给您买的东西 哎呦 这 您这太客气了 哎呦 应该的 我们赚钱是为了什么呀 就是为了孝敬您啊 我 好 好孩子好孩子 哎 这那好怎么还不回来呀 哎呦 他可能在忙工作 我也一直在等他 他忙什么忙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干吗 方油军 圣圣 人大爷 怎么听说那么别扭啊 来了来了 来 圣圣 来来来 我哥 他那好给你找来了 好 你们俩呢 好好工作 好的 来 保证不辜负您的气负 好好工作啊 放心 放心 爸 爸 爸 好好工作 拜拜 告诉你啊 你别 别以为你掌控了我爸 你就能掌控我 是 是 是 好 这样 我们先把这个单上 什么 这什么碗是这 面具吗 好 面具 对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 来 行行行 然后你去里屋等我 先去里屋等我 不 等会儿 我还得跟你说清楚了啊 你虽然 占据了我的身体 但是你占据不了我的灵魂 对对对对 是 我这点就要跟你说清楚 是是是是 客气客气 客气 要不然我不开你知道吗 客气客气 去吧去吧 你这什么东西啊 我这个 你干 干什么你 干什么你 占占占占 快快快 撒撒 快撒撒 快撒撒 我跟你说啊 摔着你 你 你那里面什么啊 你怎么样 这种意外 是不是比表演得更真心 可以 我让一声 不是 我的边的 我都跟你玩了 我还要 快 快 快 早啊 老王 早啊 摄摄 来 没事吧 怎么了 我昨天晚上都听见了 那好不给你干账了吗 那声音老大了 你是说这事啊 我倒是没什么事 他确实是腰酸背痛腿抽筋了 这不到现在还不跟我说话呢 你挺大个老爷们儿 这也太小趣了 格局小了 也不能全怪他 确实我做得有点过分 我觉得我还是找个机会 赶紧跟他道个歉 帅帅 你真是温柔善良善解人意 帅帅 那这两天咋整啊 那不排不断更了吗 我吧确实是有两条存货 能凑合两天 但是后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它好解决呀 不都是戴着头套的吗 排谁不一样啊 比拿好身材体型好的人 不多了气了吗 你说得有道理哦 对呀 凡事啊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你不做生意 你不懂这其中的门门道道 我们做生意啊 都讲究个有个备用计划 那比如 大葱没了 我用小葱代替行不行 小葱没了 我用洋葱代替 是不是也可以呀 你这话启发到我了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对喽 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 不跟你说了 我上厕所去了 事情呢就是你的事情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好啊 我早就 这对人凑得一块干啥玩呢 我呢 你已经六十了 那也算是半截入土的老人家了 好啊 但是 我从来不是一个固不自封 果足不前的人 对对对 对对 对任何事物 都时刻充满着好奇心 对对对 但是 有些事情吧 它操作起来吧 确实呢 它有一定的难度 是是是 不是啊 这个你只要迈出了第一步 你要不迈出第一步 行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 行了吧 你这说来说去 你都把热念给绕晕了 您就直接说 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可我当然同意啊 太好了 我就知道那大爷你是一个 非常新潮的人 那大爷 热念 那我当然也同意了 这么好办的事情 怎么可以笑得了 我可以 那好 我不用问了 必须同意 省得没事 你老摁着我一个儿折腾 说的到底是啥字啊 就被我一眼 好 那就这样 明天开工 好嘞 明天开工 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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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放开 老王 摄摄了 我这 刚出台回来 来 你给我的建议太好了 妈 咱的妈 妈 我讲这儿啊 讲这儿 我想了一下啊 这个光脂肪那好一个人啊 确实是不行 产品呢过于单一 那观众看着看着就缝了 可不咋的 所以呢 我打造了一个新的组合人设 升级了一下我的账号 就叫摩登家庭 摩 摩什么 你听我跟你讲 我打造的新人设啊 首先是热鸟 她就是那大爷的外国二婚老婆 我呢 是那大爷的女儿 这个那好 那好她不是一直带着一个 外国的帅哥面具吗 嗯 当然了 她长得也比较像外国人啊 所以呢 她就是热鸟的 头昏儿子 我看到你这不断震惊的表情 我就放心了 说明我的新娘法很独特嘛 事顶独特 又独又特 这样呢 我就可以拍拍一家人的日常 今儿拍拍他们俩 明儿拍拍他们俩 我就不用在那好一个人上吊死了 对啊 那我呢 那我呢 你 你怎么了 我走了 没怎么 姑的白 晚安 三二一 开始 媳妇 可以用餐了 好的 老公做的中国菜真香啊 谢谢 谢谢 嗯 老公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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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哦 我忘记了啊 哎 去过俄罗斯媳妇 没有办法 看 哎呦 太好了 那大爷 你表演天赋可以啊 哎 我就这个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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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一般 一般 可惜 那大爷 出门啊 对对对 太冷大了 冷大了 冷大了 等一等一等一 别笑 你多大岁数了 怎么能干这种事 我干嘛啊 还干嘛呢 卖家都给我看了 这 虽说现在恋爱自由 可你不再这么吃嫩草的 可不是 还对自 对自己的租户下手 那姑娘看着有二十猪头 你当她爸爸富有余 这 哪个姑娘啊 就那个 你说那个呀 假的 短视频 你们懂不懂啊 人设明白不明白 这么说吧 有一个视频号 叫做朝阳你菜仪 人那上边 还说菜名和李建华是两口子呢 不是啊 多新鲜哪 人二个根本就不是两口子 全是假的 喝喝喝得了 什么呢 她说不定有道理啊 什么道理 要是说拍短视频 我才也拍着玩 同志们 同志们 出来了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经过这段时间我们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广告商联系我们了 好厉害 真的 真的 另外呢还有一些商家联系我们直播带货 但是吧咱们组合没有直播过 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咱们试一下 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啊 我早就等不及了 走走走 换衣服去换衣服去 好 等你吧等你吧 不是人哪好 算是 好吧 当时吧我去俄罗斯旅游 不剩你路了 差一点就被狗熊逮着 幸亏是惹你啊 他救了我 是 我们在俄罗斯有很多人从小就要狗熊 所以我不怕 我就救了他 是 不带我玩 打死了 哈喽朋友们 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还不错吗 哈喽朋友们 喝点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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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这大清早的敲门 来了来了 别敲了 烦死了 你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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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哪位呀 我问你呢 直播见了 见了 我找穿上 不是 帅帅 帅帅 帅 你找什么呀你 谁找我呀 我呀 文良啊 咱们小学同学 你看 二十年级的时候 我转走了 文良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二十多年了 我真的没想到 你们家发生这么大变故 我都在你视频号里看见了 对 对 对 帅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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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让夫总不来进来 哎嘹 帅帅 帅帅 这都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啊 就是因为我认识你 非常跟我一块儿来 乖 腰 这粉丝 Hurry up 不能露馅了 可不是嘛 这个说来话长了 没事没事 那咱们进屋边边 你 你进屋边边 进什么屋 进屋 那个 那个家里人啊 现在还没起床 不是很方便 没事 没事 那咱们等等 我们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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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说起来再说 冷面王 帮我招呼一下客人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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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好 我让你们进来啊 不是 我怎么招呼客人 你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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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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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这稍等一下 睡着他们刚起床 得收拾收拾 收拾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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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谁啊 你 我 我是他们家管家 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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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也很清楚 他们家的事情 其实那大爷是热那旧的 我热那太厉害 狗熊对不了 好 毕竟是战斗民族嘛 那对付狗熊 那不跟玩似的吗 跟玩似的 跟玩似的 厉害的厉害 厉害的厉害的厉害的 那日子喜欢那大爷什么呀 喜欢什么呀 喜欢什么呀 这我哪知道 当然是喜欢他帅呀 他爷们啊 帅 好 还有爷们 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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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热恋那个儿子怎么那么大了 怎么那么大了 怎么那么大了 那个俄罗斯人他生孩子早啊 早 早 那说说亲妈呢 亲妈呢 这个 他 你们还不知道呢吧 不知道 什么事啊 帅帅是姨父子 帅帅还没出生的时候 他妈就去世了 咱再说一遍啊 热恋你啊 你喜欢娜大爷什么呀 温柔 如雅 喝酒少 和俄罗斯男人不一样 太对 那好 你是怎么来的 我是我妈在边境玩的时候捡来的 太对 那我 我是我爸跟前妻生的 然后我妈嫌贫爱妇跟别人跑了 就这么着陷你的啊 亲爱的记住 别露馅了啊 陷阱 你放心 放心 放心 你们真是太能装了 累不累啊 你闭嘴 这不是为了咱们那事业吗 不行 你这个离近看太明显了 你还是别出现 正好 我还不想演呢 行了 进来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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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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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呀 都是你们的粉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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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聊 我们都被你们的爱情故事感动了 感动了 感动了 美女 豆狗熊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相意思 相意思 给我们讲你们的爱情故事吧 对 讲讲吧 讲讲 我呀 就是喜欢我老公 温柔如样 喝酒少了 而且 和俄罗斯男人不一样 不一样 我 记傻下来 记傻下来 是这个样子啊 当初吧 他 在 边境边上 见回来一个小孩 一个小孩 根本找不上对象 找不上对象 可是我不在乎 因为 我们是跨越种族的真爱 不是 那好 不是你们生的吗 对啊 我 不好意思 我又接茶瓶了 感谢各位啊 这么长时间 照顾我的老同学帅一帅 他呀 从小 母亲死得早 一路不复的 无依无靠 谁说我妈去世了 我又又又又 去茶瓶了 我没看着那好 那好 那少人家人太帅了 没见到他长那么帅的 太不巧了 那好今天有事不在家 没在家 那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可以等等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呀 他出去旅行了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 太好心了 谁说我不在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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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网络的评论也太恶劣了 这多大的事啊 也不至于骂街呀 是啊 这两天 我都已经学会很多骂人的话了 都怪我 没跟你们商量好 我就瞎说 可谁让你们不带我呢 这怎么能怪你呢 要怪也得怪我 是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主动暴露的 行了 行了 这事是我发起的 怪我 我现在就跟网友们道歉 大家对不起 我们不该为了博取流量 而欺骗粉丝的感情 在此我向大家保证 我们以后再也不制造 虚假人设 来博取流量了 请粉丝们监督 对不起 哈喽 还认识我是谁吗 请关注我们俩的直播战号 我把那个人给在那儿啊 出来了 出来了 我们是 网络和蚂蚁 点关注 不迷路 怎么样 朋友们 故事看到这儿 是不是觉得挺热闹的 就连我们的马大姐和马大姐夫 都成立了一个网络组合 叫做网野与蚂蚁 多有意思 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网络是真够吸引我们的 这也许就是科技带来的力量 当然 不管怎么说 网络它毕竟是属于虚拟世界 所以呢 一定不要过度沉迷 千万不要耽误了自己的生活 和工作 好了 话就说到这儿 最后 祝愿您佳和万事兴 我是主持人曹阳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我的骄傲